各位朋友 对于人性的理解 剖析和判断 各位 咱们频道 那从来都是 牛两把刷子的吧 前两天的时候 我给大伙第一时间 做了一个分析 我说 那个中国大陆的两个商人 在菲律宾被撕票 交了三百万 仍然被撕票的那个事 我说大概率的 是被华人给害了 今天传来了最新的消息 印证了我们频道的判断 岁治宾绑架案 在5号爆出新的线索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遇害的中国公民和美籍华人 是受到自称里纳的经销商邀请 前往岁治宾谈生意 抵达之后就遭到绑架 据称里纳来自台湾 台湾女人在菲律宾 害了一个中国人 一个美国人 台湾哪 果然不愧是诈骗之导啊 怎么样 各位 这个事情的详细的情况 是这样的 这个里纳 她呢 是邀请了这两个商人 6月24号 被发现 身上伤痕累累的被抛尸荒野 7月5号 知情人透露 警方呢 通过招片比对 已经确定李纳和另外一名男性涉案 锁定了涉案人李纳 身份来自中国台湾 目前此人已经不在菲律宾境内了 包括李纳在内的涉案人员 警方仍在抓捕中 上述人士表示 此前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犯罪模式 据了解李纳这个名字 牵涉的 不仅仅是一起绑架案 这是个惯犯 7月5号的时候 中国的澎湃新闻的记者 致电菲律宾 反绑架大队 询问案情的调查进展 对方表示 该案扔在调查中 具体信息不便透露 这个遇害的美籍华人孙某 他是45岁 此前呢 在一家跨国医疗公司工作 后来自己创办医疗公司 原来这个美国人啊 有人说 入了美国期就是美国人了 好吧 这个美国人 为了挣钱 自己呢 弄了一家医疗公司 就被这个所谓的李娜 这个台湾的诈骗女 给害了 那他到底是怎么被害的呢 有这个知情人呢 也公布了一些线索 太惨了 现场有好多的这种照片 是不能发的 各位啊 我们来看看吧 首先 这个女的去奥地利维亚纳 参加了一个ECR的展会 又称欧洲放射科的会议 这个会呢 做放射设备的人都知道 是世界最权威的会议之一 一张参会的门票 分别卖到800欧元 到1500美元不等 也就是说 仅仅去观展 你要付出万把块人民币 这个女人从菲律宾过去 连时速带机票 投入了大几万 是有的 就是为了骗几个人 去菲律宾杀人勒索 这个女的呢 利用的借口 是菲律宾有个华人的地产商 姓洪 扶持总统当选 被给予了把控部分菲律宾 公立投标的权利 先给你下杆 说菲律宾很腐败 我能操纵 邀请受害者合作 这种说辞呢 在医疗系续领域很常见 东南亚的华人有钱 大家都知道 而且呢 还有过这种成功的案例 这女的呢 像受个特训一样 精准的击中了 两个受害者的需求 并契合了他们的常识 所以没有引起怀疑 诈骗之导吗 培养出来的吗 第三 ECR的展会是三月初 六月二十号 两个受害者落地菲律宾 二十二号还是二十三号 打电话给家里人 说是赌博欠了赌债 要还三百万 二十四号就被杀死 扔到海里了 这个局 跨度超过了三个月 做准备呢 恐怕更早 这些人都是惯犯啊 不仅是一起 是吧 不仅是一起啊 这个女的还出现在了 其他医疗设备从业者的 微信群里边 可以说是 广撒网 挑选下手的目标 除了这两个很难说 还有多少人已经去了 或者是打算去菲律宾 建这个大客户去了 哎呀 在这事之前啊 没人会想到啊 杀人集团会盯上这种昂贵的专业的展会 换谁 谁也得上当啊 是吧 这个医疗器械群里边的同业都是倒吸一口凉气啊 觉得自己侥幸活下来了 哎呀 哎呀 我的天啊 这就是台湾的那个诈骗之导的 李娜 这 那位说 这是黑寡妇吗 不啊 黑寡妇还得 那个啊 那个以后才杀呢 这个到那以后 直接就杀了 而且呢 这个 非常的不讲江湖道义 非常的无情 本来呢 给那男的说 让他筹多少钱呢 筹1500万人民币 让他换成虚拟货币 打给指定的账户 后来呢 美国人孙某和家属多次语音通话 最后一次通话 发生在6月23号的早晨 啊 美国人给他妈妈打电话 说 能不能先打一点钱过来 电话那边还曾说现出现了一个 另一个说中文的男性声音啊 对方说 孙董在我们那里输了钱 如果不给钱 就会被赢钱的人带走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 听那个口气 也是台湾的罪犯啊 是吧 这个美国人 孙某说 我们向中非警方报案 没有支付赎金 但是呢 中国人夏某的家属将价值 300万元人民币的虚拟货币 分两次 汇入了绑匪指定的账户 但是委托钱去交叉的人 并没有 见到绑匪 从此 渺无音讯 6月24号 发现了两个人的遗体 初步判断死因是窒息死亡 遗体生前有受虐待的痕迹 太惨了 各位 这是防不胜防啊 这是美国人孙某 美籍华人啊 好像有点无情啊 美籍华人吧 美籍华人吧 好多的这个网友说 就得叫美国人啊 华人啊 这个也是同胞啊 所以他入了美国籍 大伙呢 也没必要啊 是吧 啊 这个 最后一张 给家里人 发去的照片 这是属于他最后的遗照了吧 啊 各位 年富力强啊 好多群里的人 都说 哎呀 那破地儿 你也敢去谈生意 要钱 不要命啊 啊 说有一个人 本来呢 想跟他们一块去 后来呢 啊 这个就没去了 啊 那个人 我估计就直接退休了吧 啊 再也不敢去了吧 女的是福建口音 啊 福建口音 那不就是台湾口音吗 啊 是吧 呃 好多网友说 老师的 跟最安全的 中国呆着 不行吗 幸好没去菲律宾呢 啊 那么乱啊 谁敢去啊 在菲律宾感觉杀了人 感觉跟没事一样 啊 都习惯了 好吧 咱们 看看这个吧 最新的一个消息啊 一个中国的 女士 说她的男朋友 在菲律宾 也遭到了绑架 好几个月 已经 渺无音讯 好像 也被撕票了 又是一个啊 又是一个 男友 被绑架了 当地的菲律宾警察 还要向他锁会 你锁了会 我才给你看监控 找找你男朋友 好几个月过去了 那男朋友说 已经有人 看到了被抛尸 码头了 啊 现在是给不给钱 都得撕票 菲律宾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对于中国的网友 那就特别的自豪啊 不是 在中国 不好吗 非得去那种 这个 那么 不安全的地方 外国人到中国啊 你看看 这些人 都感慨呀 在这个 中国的网络上 有这么一个笑话 就有一个货呀 在那吹牛逼 啊 说拿着枪 要抢银行 人生的广大网友 本人姓华 男同人 现在在战比亚工作 本人就是 2月4号 能从完整 征集线索 找到拍视频 拿枪的那个人 现在是当地时间 2月6号 中午 11点 在战比亚公司 停车场 当时拍 这段视频 我在战比亚 枪也在战比亚 这是 这把枪 在当地 合法的手续 持枪人 沙永华 当时 视频中说 抢银行的话 实在 国外太无聊 纯属 开玩笑 因为真的想 抢银行 现在 男同王警 已联系上了我 并对我进行了 法律宣传 美美来长城 长城美不美 美 长城 City不City 不City 大自然 离不City 好无City 妹妹出来光光 好不好光 对 City就是好光的 好City 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 去中国旅游的外国人 同期暴涨了 150%多 是吧 去中国 感受到 先进 和文明吧 外国人说 中国人生活在未来 我们 生活在现在 点个订阅吧 下集再聊 好City 好City